朋友们好,欢迎朋友们来看到宋坎大 最近呢,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两口子吵架了 吵架吵架,吵架呗,还找到我来了 啊,找到我,让我给个意见,给辩论一下,是非对错 哎呀,这样我挺能为难的一件事 俗话说得好,清关难断家务师 我实在没办法给两口子辩别是非 我说你对了,你错了,你这样不合适,对不对呢 到最后你说我这么落埋怨吗,不合适不合适 有朋友说他们为什么吵架呢 其实事情很简单哦 这家的媳妇呢,今年是39还是38 反正差不多吧,就这个岁数啊 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这家的老公呢,他今年43岁 他和我媳妇当初是初中同学 然后呢,我们后来就认识了在一起,关系都不错 两家人经常常聚会,我们有几家人关系都不错 经常老在一起啊 他老公呢,是一家国企的工人 不是特别好的国企,我们这边也没有太好的国企啊 就是很一般的国企吧 但是呢,工作还算稳定,收入也还算可以 一个月呢,大概有四千多块钱的收入 年底呢,有一万多块钱的年终奖 五减一斤也比较全 这样一个情况 他媳妇呢,当初生孩子后来没工作啊 后来呢,没有政治工作 就是我们所说的灵活就业人员和老宋 咱们的都一样的,灵活就业人员 后来呢,孩子大一点呢,他就一直给私企打工 一个月呢,也能挣四千多块钱啊 说良一话,良好的日子 在我们这种五线城市过得还算可以吧 说得过去啊,捋吧捋吧 一年也万八千的,一个月也万八千的 说得过去啊,生活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 什么,就是那个媳妇有一个问题 就是到了现在一直还没有交社保 没有交过养老保险 啊,没有交过 为什么呢,跟一些私企打工啊 人家都不给打,不给交 然后自己交呢,又觉得挺贵的 所以一直呢,就这么拖下来了 没给交 但是呢,随着现在年龄越来越大 就心里有点活动了啊 你想如果啊,不言之退休的话 他再过个十五六年,就年龄就到的退休了啊 所以说呢,他又有点着急了 也想交了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我们藏在一起这几个家庭啊 哎,这些朋友吧 家庭也好,朋友也好,也不少人的啊 他们这些女性朋友啊 包括我媳妇 无论你是有正式工作的 还是没有正式工作的 无论是企业给交的 还是自己交的 都在交养老保险 没有不交的 反正我身边是这样的啊 这些人都是这样的 没有不交的 而且呢 这些女性朋友 包括我媳妇 他们谁也欠啊 你看这些人不就他一个没交吗 然后呢,这些人就平常 他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在一起的时候啊 就开始给他灌输 说你这样不行啊 啊,你这样不交不行啊 你以后老了以后保障都没有 对不,还有十几年了 对不,怎么也得交最低的 怎么到时候有个工资开啊 你看现在我们都交了 就差你了 你得交啊 想办法 这个一说一股东 哎,他这个心就活了 他说是啊 你看啊 现在,待过十五十年 五十五 现在就成了退休了 啊,那你说我要是不交的话 到了退休一分钱没有 啊,没有保障啊 再一个呢 你和我一起呢 人谁家都有啊 人都交了 就我们也交 他自己现在有担心了 所以呢 他也就想交这个养老保险 想交养老保险呢 他就跟他老公商量 他说我也想把这个养老保险交上 但是呢 他老公呢 这个人呢 就没同意啊 他老公就不同意这个 他交养老保险 他老公说什么呢 说呢 我家现在经济就不宽序 啊,还得养孩子 对吧 就这些钱 然后你说你交有十五年社保 现在我们交一个月社保 最低是八百多块钱 啊,不算一保 他一保交的是社区的 他有一保 就是一年交几百块钱 那个他交的是社区的 不管哪里还算有 他说最低的八百多块钱 一年就是一万块钱 那么这十五六年 就是十五六万 啊,全部自己承担 这个费用不合适啊 而且呢 这个社保啊 还年年上涨 现在啊 你说你现在 你这整个交来 你得交二十来万 啊 这太赔了 对不 有这二十来万 咱存到家里 存款不香吗 啊 再一个 他老公的意思是什么 他老公有社保 啊 他老公说的 我有社保吗 而且我交的年头还比较长 到时候呢 退休金也不能太少 以后呢 等咱俩老了 咱俩退休了 以我的退休金呢 咱两口子啊 基本生活也就够了 哎呀 也不会饿倒 也不会太亏了啊 咱们能维持基本生活了 然后呢 咱们啊 你想交这个社保 这个钱留下来 啊 咱们存着 咱们不香吗 啊 就是这个事 所以呢 他老公不同意他交社保 但是呢 他左思右想 觉得他还得交社保 啊 人家都交了 就我没有 这不行 所以两口子就吵架了 啊 反正两口子就上载 然后来了 就找我来了 说 宋哥 你说说道理是什么的 我 我咋说呀 我说你两口子 说的吧 都有道理 啊 都有跟 我不好给意见 这个东西呢 你根据自己家的情况 还得两个人上两来 这个也没有什么 谁对谁错的说法 对吧 所以你们两个 这个我给不了一点 我没有办法给你说 就得交 就不交 你说我说就得交 结果交几年 晚上有什么事呢 你说 埋怨我 我说就不交 结果到退休那天 眼里倒有 就我没有埋怨我 所以说这个事 我不能给意见 对吧 但是说实话 虽然我当面没有给意见 但是我心里还是有想法的 我心里还是有偏向的 那么我心里站在什么 我心里站在他媳妇这个身上 我个人认为是应该交的 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就想起来啊 当时我媳妇找社保的时候 也犹豫过 我媳妇说交那么多钱啊 怎么怎么样 我说第一呢 这是给你的一个保障 第二 你不能把希望全寄托在我一个人身上 对不对啊 你不能把 首先啊 任何人还是自己给自己有一个保障 最靠谱的 你说到老了 我有退休戒 你没有退休戒 那你想想 咱俩的加成地位 你不废了吗 啊 那你怎么还和 你还有 哎呀 你连跟我 得瑟的权利都没有呢 啊 在我心里中 在儿女心目中 你的地位会一落天杖的 对不对啊 到时候 万一你说 我这个人啊 呆是亲事 呆 那什么一点 呆啊 风花绝月一点 到处你完了 你废了 你要啥啥没有 啊 我到时候 你当老金 咔 我觉得 我走到哪都行了 你说什么 你害怕不害怕 所以说 很麻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什么呢 就算 我是个好老公 或者是我那个朋友 是个好老公 不会对媳妇那样的 但是朋友们 现在都知道啊 女性比男性来说 要长寿一些 而我们男的呢 相对来说 现在本身就比 自己媳妇 税数大一些 那么大概率的情况下 我们可能先去世 那我们去世了之后 你如何生活呢 你怎么办呢 你有这份养老金 虽然不多 但是 是给自己最后的 人生一份保障 他毕竟每个月都给你 对不对呢 最起码生活能维持下去 但是如果你一旦 没有这个 你可能就麻烦了 所以说 我认为 我这个朋友的媳妇吧 虽然觉得他交的 有些迟了 但是从我个人角度来说 还是应该交 不能算着 到最后能开多少钱 不能算着 现在赔不赔 给自己最后一个稳定 给自己最后一个安稳 再一个呢 我想说的是 这个朋友如果 真关心他媳妇的话 真拿他媳妇当回事的话 也应该给他媳妇 留一个依靠 留个保障 因为你万一要出啥事呢 是不是 所以我认为 是应该交的 他老公也应该 让他交的 这是我的心态 我的想法 说到这呢 肯定有朋友说了 说老宋 你这么说 不怕你朋友两口子 看到吗 说实话 我内心当中 挺希望他们 看到这个视频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面吧 我不好给这种意见 但是呢 我从这个视频里 说出来 他们如果听到了 自己感受一下 或许 他们能有自己的决定 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们俩看到了 别怪老宋过话 老宋还是这个意见 是我的意见 好了 我的意见说完了 朋友们认为 我的意见靠不靠谱了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 看老宋 看大三 希望朋友们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